大家好 我是三喵 一个有温度的学渣 欢迎来到我的地盘 今天我这两只猫咪小尾巴和陶陶 陪我继续跟您聊个几块钱的 今天想跟大家讲两个词 我不知道大家注意过没有 一个词叫面子 一个词叫自尊 经常有人问我说这三喵 这俩词有什么区别 甚至你知道有的时候我教书买的时候 学生有会问我说这个 这个面子这个词英语里面是self esteem 他跟这个自尊这个词 英语里面是self esteem 面子英语里面有什么词吗 我的回答是好像没有精确的对应 为什么呢 因为面子和自尊本质上是两回事 怎么两回事呢 咱们就来讲一讲 你看这自尊 他这个self esteem 这种自尊是什么呢 我自己尊重自己 咱们从这字面意思讲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别人不尊重我 别人看不起我 别人说三喵你个垃圾 你个混蛋 我也看得起我自己 这叫自尊 那有人说你别人都看不起你了 你凭啥看得起自己 我自己做的事情 我从我自己做的事情里面 找到价值感 找到意义 这种事情跟别人无关 我通过我从事的事业 或者说这个事业可以不是工作 或者说我的兴趣爱好 我找到一些内心的愉悦体验 那在这种过程当中 我找到自己的价值 这叫自尊 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你比如说这个古希腊 这数学家 我们说阿基米德 对不对 阿基米德 我们知道他这个 在做题的时候 他不是做题家 以后我会专门讲讲做题家 跟阿基米德有什么区别 这不是叙拉古的国王 给他一个王冠吗 什么 去看这里面有那个金子 到底是纯不纯 这阿基米德在那 想了半天 后来在浴缸里泡澡的时候 终于想到这福利定律了 对不对 中学物理都学过了 然后他大喊一声 Eureka 然后光着身子 从浴缸里跑出来 跑到大街上 你看 他真的从自己的这种科学发现里面 获得了极大的欣喜和自我满足感 这叫自尊 科学带给他的是自尊 不是面子 你再比如说 还是讲阿基米德 到后来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他是怎么死的 对吧 这个 他在那个沙滩上 在这沙地上演算的时候 对吧 一罗马士兵过来了 那这阿基米德说 滚 不要去那个 妨碍我去做题 然后罗马士兵就把他杀了 他见没有 就是即使是这个样子 他 他是能够从自己的这种数学 这种里面获得很大的快乐 就是数学啊 学术这种东西 是他自己的爱好 他能够从这里面获得快乐 在这个爱好里面 他能够做到逻辑自洽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 不需要靠任何别人的评判 他能够获得快乐 这叫自尊 我觉得获得自尊的人是很幸福的 我们知道有一个马斯洛需求林的基督塔嘛 最底下是这个生存自外国再往上是这个什么啊 这个安全感 然后再往上是这个归属感对吧 然后再往上是这个啊 比如说这个自尊啊 自我实现自尊是一个很高很高的层级 你能够实现这一层级 你很幸福 对吧 那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这个西方的一个人达芬奇啊 我手头这本书啊 这个达芬奇的这个飞行笔记啊 这本书 这本书啊 这个很不好意思的承认 是我自己翻译的啊 我们知道这达芬奇啊 他自己是一个这个科学家 他还是一个画家等等等等 是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全才 那你说他做这些啊 当时的人可能像后代的人那样 对他那么的敬仰吗 不会的 但是他为什么要做这些呢 你看这书里面我翻译的这么一段啊 我给大家念一下 毫无疑问 真相与谎言的关系啊 就如同光明与黑暗 真相本身是如此完美 即使他被隐藏在毫不起眼的卑微地方 他的地位啊 仍然远远超过居于高位 并且浮夸掩盖的谎言 说谎是如此可比的行为 就算他是为了宣扬上帝的伟大 这种行为也会让上帝蒙修与之相反 真相是如此完美 即使是微不足道之物 当其真相得以阐释 也会变得高贵起来 这也是我翻译的一段话啊 这水平暂且不论 但是达芬奇 他当时为什么 为什么做这些 就是我的求真啊 为什么要求真 这样子是为了荣耀上帝 而荣耀上帝 我能觉得内心的满足 这叫自尊 所以我们看达芬奇 他能够这个一直盯着那些鸟 去观察他的这些飞行姿态 他做了很详细很详细很详细的这些笔记啊 这个飞行笔记里面 这个手稿里面啊 都做了非常非常详细的笔记 你看这鸟是怎么飞的 对他这些这些东西都有 然后当然他自己设想了一个铺一击等等等等等等 不管怎么样 他能够从这些里面得到自我的满足 哎 这叫自尊啊 这叫自尊 你再比如说有一首歌啊 那个叫My Way啊 那个阿森纳的功勋教练温格 他退休的时候 那天下足球专门给他做了一期专辑 那个曲子就是My Way Now the end is near 对吧 然后这个我的生命即将到达尽头 然后我再回顾我自己的一生啊 我有一些遗憾 但是我通过我自己做的事情 我觉得非常满足 This is my way 这就是我生活的方式 看到没有 这叫自尊 我再重复一遍 就是我自己从事的这些事情 我不需要别人对我评判 我自己能够从这里面得到一些快乐 得到一些满足 得到一些自我价值的认同 这叫自尊 这是一种非常非常非常难得的品质 当然这种自尊也不是那种自大啊 有人说这三平澳 你怎么进去说点外国的这种例子 中国的你就不能说一些吗 不好意思啊 因为咱们知道这面子这个词 为什么它只有中文 你不太好把它翻译成英文呢 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中国的很多人 很多的这种传统文化里面 这是不给你讲自尊的 对吧 你自己是什么样 你必须得别人给你评判了 你自己去搞点什么东西 然后你自己有一些逻辑自下的东西 你在这里面获得了一些开心 获得了一些满足的不好意思 我们是不认的 你必须在外面获得承认 那更雪上加霜的是什么 你怎么能够在外面获得承认呢 要么是亲定的 要么是你比别人强 这叫面子 什么叫面子呢 我自己觉得活得很好的前提是别人承认我 而且尤其是承认我比别人过得好 这叫面子 你看他跟这个自尊看起来很像 但是他的根源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为了面子 可能就会造成很多很多 你可以说是让人哭笑不得的悲喜剧 你比如说这西晋那会儿 那个富豪 石虫 王凯 豆腐 这故事都写进事说新语 都已经成了经典永流传的段子了 对吧 你看这 这边拿那糖水刷锅 那边拿蜡烛烧柴 这边拿紫丝做屏障 那边拿这个绸缎 这边这么高的珊瑚 然后那边啪拿如意打了 没事 我还有更高了 你说得图个啥 石虫也好 王凯也好 他们难道不知道 就算他们豆腐输了 他们这些钱也足够让自己 过上很富足的生活吗 不 我一定要证明 我比那个人强 我有面子 这样我在社会里面 他吃得开 这是豆腐 对 那有人说别人是不是也是这样 一样的 中国古代传统的很多文人 他们可能没有钱 但是他们斗的是所谓的才华 而这种才华也是建立在别人认可我的基础上 你比如说这唐朝那时候 这王之焕 王昌龄 还有高氏 这三个人 不是有一次喝酒的时候吗 然后 编上 这歌迹 他们三个喝酒的时候喝嗨了 就说咱们三个文学水平咱是排不了作词的 要不咱们听这歌迹唱谁的这诗歌 咱们来排排作词吧 你看啊 你为什么要文学上排作词呢 我觉得这个事情本身就很奇怪 我自己对于中国很多的传统文学 我可能是抱着一种略带批判的态度 当然我挺喜欢宋词 特别是李清照的词 我特别喜欢 但是我对整个中国的传统的这种文学 是带有一种略批判的态度 你比如说就这 那我一定要证明谁比谁强 谁比谁强 谁比谁强 你何必呢 对不对 然后OK 你又是把这种东西建立在 可能不是皇帝认可 你是歌迹认可你 这基础上 结果你看这王昌龄 对吧 王昌龄 对吧 他的这诗 这不是歌迹去唱了吗 这个洛阳亲友如相问 就说我在做合作 洛阳亲友如相问 一片冰军在浴湖 就是这样子的东西 洛阳亲友如相问 就问游文 啥时候能夺冠 就类似这样的东西 王昌龄特别得意 你看两句了吧 对吧 然后高市那边 你看一句了吧 就是王直幻说 那个什么 如果长得最漂亮的歌剧 他如果不唱我的诗 我就不跟你们去争了 如果他唱了 你们都得给我跪下磕头 他当然没有用那么 那么很粗眼的话 但是我翻译一下 就是如果他唱我的诗 你就跪下喊我爹 对 最后这个最漂亮的歌剧 果然唱了 对吧 那个枪笛何须 怨阳流 春风不渡郁闻官 然后三人大笑等等 这个故事往往被引申为 一个文人之间的这种 佳话 一种乐视 我从这里面看到的很多的 其实是一种让我不知道说什么好的无奈 你这文学作品写的怎么样 一定要靠歌迹去认可你吗 你的文学作品难道不应该是用语言文字去挖掘人性的各种可能吗 即使是诗歌 也是去挖掘人性的各种可能吗 对吧 你对人性的挖掘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是这个样子的 而不是说 有那么多的人唱着我的歌 有那么多的人唱着我的词 这个事情 你看 连文人都在这样比 对吧 你这种面子 你就是 把自己的个人价值 建立在别人的任何之上 那这个东西就是万恶之源 当然有人说那外国人难道就没有这种比面子的时刻 有啊 我之前不是做过节目吗 对吧 那德皇威廉二世 想要一支强大的海军 觉得这样有面子 对不对 这日本想要一支88舰队 觉得这样有面子 后果怎么样 所以你看到没有 这个恨人有 恨我无 我一定要在什么时候上比过别人 这种心态 于国于己 都是大不幸的根源之一 所以你看现在很多的这种家庭矛盾也好 工资矛盾也好 不都是说你要比别人强 我要比别人强吗 你一定要考上名校啊 等等等等 等等等等 这样的一些事情 所以你看 我过去当老师的时候 我经常跟学生讲一些话 我觉得我也不能说改变社会什么 甚至我连改变一个人都不可能 我只是希望这些孩子们将来能够记得我的时候 多多少少能够记得住我说的那么几句话 然后觉得至少这三秒没有害他们 我就觉得心惋意 多给他们说过这样的一句话 我说 孩子们你们记住这样 咱们学东西不是为了给别人去展示的 不是为了证明咱们比别人强 因为总有人学的比你强 你带着这种心态去学习啊 对吧 你很累的 真的很累的 咱们学习的目的无非就是 想明白一些道理 我觉得挺值得 这样子 我觉得才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心态 当然我也不知道这句话能不能影响到他们来 当然我自己尽可能在我的生活当中 这样去生活 这样去发展自己的爱好 我养的那些猫也不是品种猫 你看这小尾巴有的时候可能性格也比较的爆 没关系 我喜欢 这就行 你们可能有的伙伴们知道 我是一个教老模型爱好者 对 我是一个模型爱好者 之前我还跟朋友们一起做过一个简体中文的一个公众号 叫尼波隆登工厂 做的还算是不错的 后来我就慢慢慢慢的不在简体中文圈 对于模型这关的东西发出什么声音了 为什么呢 你简体中文圈里面 不管是考证的 还是玩色彩的大师 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呢 哎呦 拿出一个模型作品 总是说你这里做的不好 那里做的不好 恨不得把你的 哎呦 小尾巴 你看 哎呀 哎呀 恨不得把你的这个作品贬到尘土里面去 贬到尘土里面去呢 然后你这里这个色块弄不好 你这里这个履带装反了 你这里这个东西当时是没有的等等等等 然后你会怀疑你自己 你恨不得把你这个作品给砸了对吧 我那是这种态度 对吧 我也上过那种阿摩拉马啊 这样的一些国外的一些模型论坛 那包括那些军舰啊 模型啊 飞机模型 不管做的怎么样啊 nice啊 做的特别好啊 very nice work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大家会讨论 关于考证的一些问题具体是怎么样 不过你这个人踩了吧 所以我觉得嗯 这个自尊的面子 它的区别能够分清楚啊 你哪怕玩点东西 你也玩的轻松一点 你不必跟别人去展示 我比别人强 那你至少是玩的东西都是这个样子 你学点东西啊 你会去想一些东西 也都能明白 我觉得能明白这个区别啊 算是人生的一点点必修课 那么好 今天咱们就讲到这里啊 算是自己的一点点感悟啊 看这小尾巴刚才把我这个给挠了 那行 咱们下次再想到其他更好的内容 咱们再接着聊 谢谢大家 那小尾巴和那个淘涛 跟大家说再见 拜拜 拜拜